当花瓣离开花朵 安乡残留 幽默风趣的往西男嘉宾再次登台门当户对 她能否把握缘分牵手幸福 爱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她的身高外形还是蛮体贴的人的感觉 我觉得她蛮优秀的 能是我依靠的肩膀 我时刻准备在 哪位女嘉宾打动了憨厚老实的一号男嘉宾 她们的爱情能够等来花开吗 这个女嘉宾的性格是比较活泼的 比较开朗的性格 理念是对的 选择目标是准确的 可以持续见头 也许你们都在等待彼此 两人就合不来 性格上也合不来 一个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一个是二十多年 二十七八年没有被牵过手 这两人还有点不适应 本期门当户队要您一起见证幸福 收获爱情 对于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门当户队 为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 第一位心理专家 胡邓博士 欢迎胡博士 还有我的老搭档 王伟念老师 欢迎王老师 二号女嘉宾在跟我联系 二号女士您好 你好 非常高兴 今天能来到这里参加节目 原来在电视上看到您漂亮 我现在看到您 你比电视上还要漂亮感觉 谢谢 我怎么感觉 你是不是激动的眼泪 都要流出来了 我太激动了 非常理解 一会我们就要见面了 很期待 是啊 二号女嘉宾能从哪里来呀 我在大连 您今天期待找一个 什么样的男朋友 找个有情怀 有素质 有受养的 那在说我 正在说我 我想找一个疼我的 爱我的 体贴我的 对啊 就是这样子嘛 女人就是要找个依靠嘛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还在落泪呀 不是吧 是感冒了 就是感觉你说话 一直都是很感动的 我期待和二号女嘉宾 一家也前面 一号女嘉宾您好 哎 你好 王老师 嗯 呃 今天来到这里开心吧 很开心 很想见到你 谢谢 今天期待在这里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友 嗯 有包容心 呃 阳光 有爱心的男士 我觉得今天的两位女嘉宾啊 她们都 真的很有情怀 你看第一位说找什么样的 有情怀的 第二位是有包容心的 并没有说身高多高啊 体重多胖啊 怎么怎么样的哈 我觉得到这个岁数啊 大家找的是伴儿 这种伴儿呢 更重要的是看人品 看性格 看这个生活习惯 没错 不是像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朋友都会找什么 长得帅呀 像王导那样啊 不是那样 哈哈哈哈 也就是我没赶上时候 对 这个年龄 嗯 不要求这些 就是实实在在的 最起码要身体善良 这个性格也好一点嘛 三号嘉宾您好 王芳您好 你一夜感冒了吗 是的 天哪 今天我的压力好大呀 很有素质 很有修养 很独立的女人 一号男嘉宾您好 哎 您好 王芳老师 您好 您从哪里来呀 我从山东维方 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同事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 对 主要管什么呢 就是工程资料 制度 投资方面的 那不是监管吗 对 类似于家里公司 自己开的公司吗 和同事一起做的 哦 明白了 很有词性 很好 我很喜欢 二号先生您好 您好 王芳 咱们是老熟人了 哦 您来过对吗 对对对 我16年来过一次 嗯 就是这个二号吗 那也就说 快两年以前了 对对对 想死你们 还有王维念老师 合着您这一年多 还没找着呢 不 不是我的原因 那是谁的原因呢 这可能 可能是王维念老师的原因 是我们的原因 对 不不不不 我没这么说 对 那就是胡邓老师的原因了 对 也不对 胡邓老师那次不在 那次他要来了 不就解决了吗 为什么你那次不来的 现在来也不晚 三号女士您好 你好 我听到那个二号嘉宾的声音了 我今天就是为他而来的 哦 他叫丁先生 丁耳鸣 哎呦 三号好勇敢 可是在我们交谈之中 三号没有这么 这么这么 丁先生哪里人啊 丁先生是上海 上海人啊 丁先生您是上海人对吗 对对对 二号男嘉宾也按灯了 二号女士您好 您好 我非常喜欢二号男嘉宾的声音 我感觉他特别的有磁性 谢谢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为什么他一说话 我就觉得他在哭呢 为什么呀 就是感冒 哎呀感冒了 实在抱歉 没关系 他还有点紧张 女人呢 其实女性的声音 有一点颤抖 我觉得挺好 搞得我们也都那样 那么今天呢 也有两位嘉宾 都挺喜欢丁先生的 二号女嘉宾出场之后 丁先生是否喜欢他呢 也许丁先生之外 一号先生也喜欢呢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嗯 开眼车漂亮 两位老师好 人家都说我强势 大哥他比起 我和他比起来 我弱多了 一百倍的差不多 你好 今天漂亮 来来来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会不会好紧张 太紧张了 本来就感冒了 越紧张更说不出话来了 所以每一句话 都像哭一样 是啊 实在对不起 但是挺可爱的 因为显得你这个很娇柔 别人说话也是这样吗 不是的 嗯 平常日子说话 大家都说很甜很美 但是今天这个声音没有了 真是 真是对不起大家 看着比较开朗嘛 性格比较开朗 你还真别说 她年轻时候 小女人 年轻时候是个小女人 这位女嘉宾 给我们发来了她一些 生活中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哇 好漂亮啊 这是你养的花吗 是的 这什么花啊 嗯 这叫长寿梅 这也是 这些也养点花 但是我养的都是写绿制 我们家也养了 养的很多花 其实我养了很多花 就是 上我们家来的客人呢 开窗的时候 那个花都是感冒了 有好多的 像我一样感冒了 花也感冒了 对 人也感冒了 他们养了 没办法 只有这两个还很 还很坚强 挺端庄 挺大方 我感觉 本来还想唱首歌 但是今天唱歌 恐怕是也唱不好了 但是我还要 还是要唱给大家 哎呀 精神可嘉呀 特别期待 这样的声音 如果它变成歌 会是什么样子呢 换红 都感冒了 唱得这么好 也挺棒的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 好像跟那个专业的一样 我们烈烈长江 你有母亲的牵怀 啊 长江 啊 长江 这样嗓子好得唱成啥样啊 对 而且 不容易 现在看来人家这个嗓子的小颤衣 直接就用在了美声上 他有过 专业的训练 对 一定是有过专业的训练 对 原来咱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 在全国在那个寻讲 到朝阳讲课的时候 我曾经给他唱过一首歌 老师当时就说 我说那位学生吧 那时候年龄小 做过了这个机会 对 来 一号男嘉宾在按灯 一号先生您好 王方老师您好 我想见一下二号女嘉宾 来 二号男嘉宾您好 王方老师您好 我建议一下 那个刚才他唱 假如要是最后出来的话 咱们还敢唱 这样的话他先唱了 咱们就 后面的就不敢再唱了 他唱太专业了 是不是 我唱得很好 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这上偶爱人去世了 是的 这是哪一年的事啊 那是八几年的事 快九几年吧 九几年 走这么多年了吗 对 什么情况啊 意外 他这个人非常的仗义 就帮朋友办事去了 但是发生了意外 对对对 天哪 那就走之前 什么都没跟您说吧 没有 那您会不会 因为那么年轻吗 接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崩溃了呀 真是不好意思啊 提到您的伤心事 我都不知道 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啊 确实不容易 也比较坎坷 那一年你多大年龄啊 每年是28岁 28岁 对 太小了 天哪 28到今天 您一直没有再找到合适的吗 没有 28到今天 27年了 您一直是在怀念中吗 他肯定前面是接受不了吗 也有一点怀念 也有些什么生活 因为孩子还小 我的父母呢 都是农村的 他们也没有生活来源 我的姐姐 哥哥们也都是农民 就赚钱赚得非常少 就这样 我就还要带孩子 还有养活老人 所以那个时候 您也没有机会 就那时候什么都不想了 只想养孩子 养老人 自己还要 还要活得像个样似的 您的丈夫去世的时候 孩子多大呀 孩子刚刚一周岁多点 天哪 这我觉得听上去真的 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挺不容易的 作为一个女人 一个人带孩子 挺不容易的 这个女士 这个也是比较坎坷 那么年轻的 这个丈夫去世了 很同情她 应该说您是非常坚强的 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 现在孩子 那已经有28岁了 孩子挺好的吧 孩子非常好 孩子在考上七所院校 但是最后考到 北京师范学院珠海分校 现在在大连话剧团上班 大连话剧团当演员吗 对 男孩女孩啊 男孩 那也就是说 她现在在那演话剧呢 对 你经常去看吗 经常去看 儿子能够理解 妈妈的艰辛和不义吗 儿子非常理解妈妈 经常的妈妈喜欢吃的 她也会在外面买回来给我 经常给我 妈妈喜欢吃的饭 她会给我做 儿子去年结婚了 儿媳妇也非常孝顺 他们一定都认为 这个老妈太不容易了 是的 所以您刚才说 在你那么年轻的时候 就是有机会 跟人家去唱歌的 可是因为这样生活的境遇 对 你不可能离开 所以就是把自己这个爱好 埋在心里了 是的 作为一个母亲 能培养出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 真是很欣慰的让她 比较优秀 这个刘嘉宾 从各个方面 一个是比较优秀的 经过了些磨难 也是对她的自己 是比较坚强 比较完全 到这个年龄段 我认为人生的精彩 不一定仅仅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如果在有幸福的家庭的基础上 还有一个自己热爱的演唱事业 虽然年轻的时候 没有机会成为歌唱 这个行业里的人 但是如果在这个年龄段 突然你的歌唱被认可了 那个幸福指数 再加上有一个爱你的老公 我觉得这个生活 对于一个55岁的人来讲 那才是最完美的 一号男嘉宾您好 您好 王方老师 请问您对我们 二号女嘉宾印象怎么样啊 挺好的 非常优秀 我觉得这样 您就应该找一个 热爱音乐的人 你俩弄个小组合 是吧 到处一唱歌 多美啊这日子 现在55岁在大连 退休了吧 退休了 就是等着找对象了 是的 好 那我们看看 两位男嘉宾 哪位要你出来 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请按灯 好 一号先生为您亮起了灯 二号先生 您怎么不按灯啊 这 这 她 她 她按了我前面了 没有啊 您也可以按灯 他有选择权啊 是这样的 王方老师 有为我而来的 我总不能先出来 好 您在等三号 是这意思吗 那您愿意见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吗 可以 他是很那样 事业型的 像我们这种是最佳型的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您好 大家好 您好 我气氛就是那种文静一些的 我个人文静 个人有个的魅力 魅力老师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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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老师您好 您好 很高兴见得到 慢一点 你壮观 特别壮观 他有些风筝 你无法理解他 那么长 那么大 那么好看 怎么就上了天了 反正是我这个 从小就喜欢放风筝 就放了一辈子风筝 没有放起来过一个 幽默大师开始说幽默话了 我要给这个女士介绍一下 她真的非常的优秀 首先她在事业上 在56岁这个年龄 她做得特别好 他们的公司做得也很棒 现在好像你们的业务非常稳定 是吧 还行吧 其次我们的记者 就在录制节目之前 偶然的机会拍到了一张照片 大家来看一下 你肯定都不知道吧 没注意 就是我们二号男嘉宾的衣服 有一点问题 这位先生直接从兜里 就掏出了针线 然后就给他缝好了 正好我的包里有那个针线 不是 您在包里还带着针线啊 我出门的时候 我已经常带了 也就是说 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太细心了 这个男人 他说他来 我不能磨他面子 所以给他缝了 我缝比他都好 我想做个调查 现场的男女嘉宾观众都加上啊 谁现在包里有针线 请举手 真有吗 真有 你干嘛用的呀 干啥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那个包啊 是经常要出差旅行用的 就我比如说 今天晚上飞上海呢 我就录完节目 我背着包就走了 所以那个包里面呢 有针线包 然后还有这个洗漱用品 刮壶 刮壶泡 全有 因为我是要出差用的 但不是日常生活就在 这位先生日常都是这样啊 我的包也差不多 我那个包里边真的是白宝箱啊 什么都有 什么创可贴了 什么各种笔 但是我从来没有放过针线 您这针线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那个针线一直在包里 我每次出去啊 有时候旅游啊 出发啊 都带了 这只能说明您是一单身汉 你说人家要有家的 肯定媳妇给缝啊 是不是啊 您这单身了多少年了 我是00年离婚的 你看 我就知道肯定是时间很长了 有18年的时间了 对对 先生咱们先说工作啊 您现在这个事业 是跟你的朋友合伙的是吗 对 公司是自治是同一半的 我们就是个人的业务 自己来做 就一人是出一半钱 对对对 然后盈利也是各分各的 对对对 那您这个生意做得怎么样啊 还行 还可以 还可以 那您在做生意的过程中 就没碰到一个你心仪的女士啊 哎呦不行 我们这个行业吧 它项目管理是比较这个 他这个也说这个这个 环境比较差一些 他说这个项目跟着这个抖的话 就是在一般就是跟项目走 嗯 跟项目走呢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建筑他女士比较少 明白了 对 大家请注意大哥的腿 一直在抖 一直在抖 你是不是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 你看 一会上舞台 他的腿一直都是这样在抖 你知道我站在你身边 我的心都在占有 特别能理解 有点内秀一点的 他从一出场开始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什么 特别朴实的人 然后呢 他的着装啊 包括他的这个语速啊 都是很简洁 然后呢 而且特别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问他啥 他打啥 嗯 实诚的一个人 是的 是的 非常实诚 山东人是蛮腐蚀的 真是挺实在的 这也最难事 您现在每天工作忙吗 呃 比较忙 嗯 平时呢 一般就是他们下边 呃 他们部门在座 明白 您管多少个人呢 现在有二十来个人嘛 就根据项目组 一个一个团队啊 是啊 我感觉他穿着 有点像 像军人的感觉 您当过兵吗 对我当过兵 哦 你看 您真是好眼光啊 您在哪个城市当兵啊 在石叶庄 河北 反正那时候是比较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嗯 这个 因为我小吧 十一岁就没母亲了 跟着父亲长大 哦 父亲大了以后呢 年龄大了 也说 也说身体不好 我必须要回来照顾他 非常孝顺 对 是吧 我也喜欢这样的男人 我还有一个情节 我从小就想 我特别喜欢军人 他们雷厉风行 那种装俗那种 而形体 我特别的喜欢 我就想 我将来我也要找一个当兵的男人 哎呦我天 这不就是给您搭的吗 天哪 太有缘分了啊 先生您看啊 当过兵 现在绝对是给您的 这个履历上啊 加了一个大分 很多女士都喜欢 从军营里走出来的小伙子 当兵的男人有气质嘛 军人气质还是很好的嘛 对吧 你看您 人也很好 非常细心 对人也很客气 我们编导都特别喜欢 我们的这位大哥啊 那么为什么没把婚姻经营好啊 那会儿 自己年轻吧 可能这个 自己也有很多缺点 而一个就没有 把这个婚姻经营好 我的这个情况呢 我在部队的时候 我家里老父亲和我的哥哥 就把我的这个这个婚姻 这个自己这个就定下了 也就是他们帮你选了一个人 对他选了 选了以后 在春节回来探假的时候呢 您都不知道 就把婚结了 结了就又回部队了 也就是说没有感情基础 没有感情基础 也不了解 结了婚之后 你发现不合适 结了婚以后吧 不合适 当时也是考虑吧 也是能讲究的过就过呗 是吧 也得说这个老父亲 那么大年轻的不容易 为自己这个事比较脱心 就是后来就有了女儿 有了女儿了 的话身体好一些 后来还是不行 又有了儿子 还是不行 就是两人就合不来 性格上也合不来 在最后就是 还是就分开了 最后分手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的具体 就是性格不合 也没有感情基础 他本身吧 当然也不能说 因为对方不好 是吧 从前我现在 反思就是 现在找到自己的原因 感觉就是 自己就是没有 这个经营好 没有经营好 没有经营好 这个没什么对错 两个人 有时候两个好人在一起 他也未必 合不来 他也会分开的 这个就是两个人的性格 合不合适走在一起 所以三观 还是蛮关键的 我感觉 大家想想 我们一般的部队的探亲家 也就十来天吧 对 春节 他回去探亲 突然爸爸就说 好 这是给你找的媳妇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了解 没有任何基础 哪怕我们书信往来一年 我们了解一下 所以这种的出问题的特别多 对 过去的婚姻中 有很大一块是 就我们叫父母之约 没说之言父母之约 就由父母来定的 最初中国有这种情况 是因为男孩和女孩之间 是没有机会串门的 所以说对父母介绍 到了现代社会 有一个传递消息的人 对 现代社会 父母是着急 希望子女尽快成家立业 然后去做事业去 结果父母是好心 但是在好心的过程中 他忽略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 就是男女是本身有交流和交通 沟通渠道的 而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 自己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 或者爱恋的那样一个模型的 结果父母就按照自己的模板 给他们搭上了 对 可是事实上呢 他们两个人比如说 一个喜欢玩睡晚一点 有个喜欢早点睡 可能就因为这些小事 造成了生活的矛盾 而且大家想想 那个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做好成家的准备吧 对 那时候就是思想上也没有什么准备 您到今天都没谈过恋爱吗 没有 您都不知道什么叫恋爱吧 来 我跟你说一下 您看着姐 姐长得漂亮吗 漂亮还可以 你有没有发现她在给你放电 就那种啪啪啪的感觉 你这看着她心里什么感觉 你就应该让她做一点 所以做一次尝试 假如现在如果眼前的这位女士 是来跟你相亲的 你进到她的那个相亲的地点的时候 你会跟她第一句话怎么说 说什么 来 你来试试 我们看看你会不会 你好 你好 这个非常高兴 你见到一顿时代 我也是 很高兴见到你 你刚才唱的歌 你做着吧 没关系 是吗 今天感冒了 嗓子不是很好 也没唱好 请你包涵 挺好的 唱得挺好的 我记得这位先生也非常好 谢谢 你忽然 姐你有没有那样的感觉 好像缘分来了 真的有一点感觉 哎呀 谢谢 她觉得不好意思了 来来来 谢谢 这个因为你想想啊 这一次她感冒成这样 嗓子都说不出话来了 按照我们正常情况可能就会跟她说了 姐呀 您就休息一下吧 下次再录 可能就错过了 很有可能 但我们真的不知道她感冒成这样 她也没跟我们说呀 我想几天就好了 谁知道 大哥 门口可就有个药店 有没有药吃药 得走半个小时 没问题 你看看 谢谢 我觉得啊 到这个年龄的人 其实单身最怕的 就是身边没个人 那是一定的 我们是不然就不会来走了 每次看到这种状态的男士出现 我就觉得可能这也是我们门当户队的一个标准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都找到这个地方来 说实在的 我们骄傲的说一声 我们全中国有那么多相亲节目 可是门当户队 他怎么就是接了一对又一对呢 他是结婚了 他不是闹着玩啊 对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 用心 相亲节目的 编导非常用心 理念是对的 对 选择目标是准确的 你像他们俩 之所以他们现在有感觉 是因为编导在之前就认为有匹配度 所以他才会在同一个场上出现 这还不完全叫巧合 谢谢 是不是啊先生 对 谢谢 所以这18年来 您一直单身 可能就是在等他 他也是 就一个丈夫出了这个事以后 他就一直一个人 20多年 也许你们都在等待彼此 而且围方呢 又离这个大连又不远 您在大连是自己去住吗 是的 儿子也是跟我在一起 我买个房子 150平 儿子怕我孤单 就搬回去跟我住了 那如果你要找对象的话 他有住的地方吗 那有 就是人家有独立住房 但是呢 因为怕老妈 对 一个人孤单 但如果要是有个老爸 人家赶紧的就找自己的地儿玩去了 您明白吗 明白 您在这个 维方有自己独立的住房吗 有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你看 你们可以两边做客了啊 来 先生请到这里来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评论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你有什么个人爱好 我就是运动 喜欢运动 也喜欢旅游 所以我等一下要第一个问题 要问这个男人会不喜欢旅游 儿子结婚了吗 结婚了 今天十月份结婚 你嘉宾你现在退休了吗 退休了 现在居住是在大连吗 是在大连 那你对这个两地的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爱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你孝顺吗 我喜欢是和老鹰在一块 因为我这个父母都不在了 我现在是 我来之前的 刚成立一个公益组织 就是专门针对老人的养老院 我去过养老院 去过干过移工 感觉老人 有儿女不在身边 有没有儿女的 他就是非常需要人 去陪伴和照顾 去聊聊天 去看护看护 我非常喜欢和老人 聊聊天 我这个男的挺有爱心的 你吸烟吗 我不吸烟 你现在 假如说我们两个牵手的话 你能不能到维方这边来 可以的 如果可以的话 你也可以来大连吗 可以 未来可以走天涯 你对这个公益 这块怎么看 愿意不愿意 现在咱们这个年龄 应该还行 身体状况可以的话 愿意不愿意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可以 可以 可以的 女士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先生有问题吗 没有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来两位到前面来 好的 两位如果愿意跟对方再详细地交流一下 请在我倒数之后呢 小转请准备 我希望他们承认 五 我就是他那里 他那里合适的 四 百分之百转 双方都转 三 满意了 一百一了 二 三观还是蛮关键的 我感觉 一 谢谢 两位握一下手啊 来 谢谢 来到我身边来 这是由六位福珠宝 胜您的一份礼物 哥呀 好好对我姐 好好没问题 下次呢 你们等他嗓子好了 你们俩好好谈恋爱 再来我们这儿唱歌来 对 还要过来 好不好 来看你们 好 请牵手离开现场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好像都和他替他嫉妒 一个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一个是二十多年 二十七八年没有被牵过手 这俩人还有点不适应 是 这次来了 真的遇到自己喜欢的一个男士 非常高兴 你家没没啥游戏 二号男嘉宾您好 您好 王芳老师 丁先生 接下来您可以选择 一个是一号女嘉宾 一个是三号女嘉宾 您想先见哪一位 三号女嘉宾您好 你好 先见我 我是三号女嘉宾 我是奔尼莱迪 对 我是看了2016年10月10号的那场 看到了她的节目 您看了多少遍节目呀 看了十多遍了 二号 这个女士太喜欢她了 喜欢那个二号男嘉宾 二号男嘉宾 您想先见哪一位 见三号 男士很犹豫 她的话语里边有一些 很犹豫的情节在里边 确认吗 确认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好年轻啊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梁美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哇 终于见到你了 你好 挺漂亮的 人挺漂亮的 很漂亮啊 不漂亮 已经老了 没有 很漂亮 关键是在这个年龄 还能保持这个身材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谢谢 会不会喜欢跳舞 或健身什么的 跳舞会一点 去健身 做健身超 就是这样 你喜欢旅游吗 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 去过哪里 西藏 新疆 中国走了四分之三了吧 好 我们来看一些照片啊 这是广东 南澳 非常漂亮 这是一个澳头岛 这也是在深圳 我发现您的照片中 很少有人啊 我喜欢排风景照 对 很漂亮 你是自己去的吗 这是俄罗斯海上外 这是越南 这个是宁夏 好漂亮啊 说明去过很多地方 是的 最喜欢 最喜欢旅游 如果要是找一个男朋友 就可以一起去旅游了 那去的地方更多了 他不用拼 要拼房嘛 每次要找到半 才能走 就是少去了好多地方 有我呢 别怕 按说我们节目都播到2018年了 您却喜欢上了2016年的一位嘉宾 对 我从头看到 其实我看了真的好多遍 就反复看都看了好多遍 那您看到的嘉宾 是不是这一位 我们来看一段短片啊 花瓣 离开花瓣 对 爱笑 唱得好好听 她是2016年10月10日播出节目中的二号男嘉宾 丁耳铭 以前我在安徽合肥 做服装生意 我们同行 我也做服装 我很看重二次婚姻 你假如说二次婚姻磨合不好的话 再离婚的话 那一切都完了 这个男嘉宾 还细致 还可以 幽默风趣 多才多艺的她 获得现场嘉宾连连称赞 回来吧 回来 哎呦 男嘉宾声音特别好 很不错 初次见面 你这么评价 我有点受陀若心 其实她条件真的挺好的 长得也很帅 歌唱得也好 有才艺 还当过运动员 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经过进一步交流 她没有与牵手的女嘉宾走到最后 如今 她再次来到门当户队的舞台 能牵手幸福吗 这位女士在看这个过程 一直在说 好紧张啊 你在紧张什么呢 哎呦 心都跳了 心都跳了 丁先生您好 这位女士说 哎呀 看到你的这个画面 她都很紧张啊 您是高兴呢 还是也有点紧张呢 我紧张 为什么 就是紧张 因为我看你一直没有按灯 就是紧张 她其实是还没有 还没有醒过来 或者说 没有从这个被崇拜的这种感觉中脱离出来 因为三号女嘉宾 她是心里面其实住了一个很小的小姑娘 她那种十七八岁的那种小姑娘的青春的萌动 她就弹出来了 一下就迸发出来了 所以有点吓着二号男嘉宾了 对 受宠若惊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啊 二号男嘉宾觉得 哎呀 好像五十多岁的人出这种状况 她可能还暂时无法接受 所以我刚才啊 我很喜欢她 对 我觉得这位女士 很帅真 很帅真 而且你想想啊 我真的很羡慕你 我觉得我现在才四十二岁 如果假如我喜欢一个人 我就觉得我没有勇气像你这样表达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你已经没激情了 真的是 谢谢 谢谢 对 我觉得太清醒了 谢谢 太执着了 太执着了 您看到她的这个节目之后 就一直呢 比较喜欢她 对吗 对 你喜欢她什么呢 比如她的身高 外形 唱歌 上海人的那种 这样 生活方式比较干净 讲卫生比较 还是蛮体贴的人的感觉 只要人合适的 我时刻准备在 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啊 您是从哪里来的 从深圳 您是生活在深圳吗 对 在那边做什么职业啊 现在就是网上微信上卖点微商 这样子了 做微商能够养活自己吧 没错 因为我还有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嘛 还一块收租这一块 那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您的婚姻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嗯 我有一段婚姻就是 八 八六年 八五年的时候离婚 就是年轻嘛 也不懂 结婚以后就开始 经常动手 不能接受 最后来就离婚了 我也年轻 我也不让她 她也不让我 那动手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 非常的失望 当时就很伤心 如果我觉得你有问题 我可以不跟你说话 我可以不理你 我不动手 动手是我的身份 你们俩有孩子吗 有一个孩子 他多大的时候你们离婚的 是在我怀孕的时候 你怀孕的时候选择了离婚 对 这法律不允许吧 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你没说 没说 就这先生当时知道吗 他知道 因为是我要离婚 当时你怀孕几个月离婚啊 两个月 你把孩子生下来了 对 他见过爸爸吗 见过 他大了以后 就要找他爸爸嘛 一定要见的嘛 他爸爸就 就去深圳 这样子就 见一次 就见过一次啊 嗯 那您 从那个时候八几年离婚 到现在一直单身啊 嗯 谈过两个 后来之后就是 也是 就是很多 走了一段 走不下去 有很多原因 好像很花心 我不能接受男人 很花心 爱情嘛 最起码是像 忠诚是第一位的 我认为啊 嗯 那我就不能接受 就 就分手了 这种婚姻 怎么说呢 哎 彼此都累吧 内心深处 真的住着一个小姑娘 你看看 就是说 从刚开始我们说 你的那些表现 在舞台上啊 包括你后来婚姻中 你先生跟你有一些 家庭肢体上的冲突 你也跟他也还回去 是啊 二十岁了 对呀 所以那时候 那小姑娘的那种状态 你说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人 俩人能打一块啊 是 一二元的小孩啊 玩具给我 不给我推你 你也推我 咔打一块 你们这就是这样 所以到第二段 这个强达七年八年的 这种恋爱生活的时候 其实你那个小姑娘的 那个劲儿还没有消退 你还是渴望一个男人 呵护你 爱你 然后对你永远的承诺 然后呢 结果没发现 没想到 那个男人还有那些 其他的事 然后马上就决定 算了 还是分开 没有想过 我们怎么来调和 对 是吧 所以我觉得心中那种 小女生的那种情节 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无论今天的结局如何 你要做好 展示自己的准备 其实通过电视 这样的一个 单方面的发现 并且喜欢上 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勇敢 本身就是一种魅力 但同时 它也有 这个被拒绝的危险 你明白吧 你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要让它变成一次展示 而不是变成一次伤害 万一如果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你也要坦然的面对 因为事实上 恋爱这件事情 是两个人同时放光 同时放电 因为如果按照我们平时的情况 这个时候 二号男嘉宾 可能就不断的在按灯了 对吧 那么现在他没有按灯 一种可能性就是 他可能觉得这位女士不适合他 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太激动了 他已经激动懵了 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但我就来问一下 二号男嘉宾 您是否愿意出来见一下 三号男嘉宾 如果愿意请按灯 二号先生 您好 您好 王芳老师 也就是说您是愿意出来见一下的 对吗 对对对 掌声有请 二号男嘉宾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两位老师好 男嘉宾有1米8的个儿吧 对 挺高的 你好你好 好好抱一下 好好抱一下 哇 好 老师你好 这个客人我太喜欢 你好 想起你们了 谢谢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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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个丁先生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还是那么年轻 不不不 还是那么帅 尤其今天这身衣服一穿 像新郎啊 还行 丁先生上次录过节目之后 跟那位女士处了一段 还是觉得不合适 对吗 对对对对 因为那时他在台上说了 他说能到上海去 嗯 后来交流了一段时间以后 说不行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具体为什么他也不说 就说不能去 不能去就算了 那你会不会觉得 哎呀满心欢喜 最后又是空欢喜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嗯 所以难过了一段 呃 有一点 但是没关系 你看 我们今天这位女士说 对你的印象那么好 而且很多电影之前的观众啊 对你印象也非常不错 先生 你喜欢唱歌对吧 对 这次来 可不可以再来一首啊 行 来 你请坐 当花瓣 离开花朵 安向 我唱的相当 满满 我会拼戴尽头 谢谢 哎呀 我们今天 第一个登场的女嘉宾 唱得也好 这先生唱得也好 丁先生 现在在上海做什么职业 我原先做那个房屋中介 嗯 和朋友在一起干的 嗯 后来就是前两年不景气 嗯 我撤了 嗯 撤了以后 他说你既然撤了 你还是继续帮我干 嗯 我现在在帮他在干 哦 也就是说 以前您是老板 老板之一 或者投资人之一 合伙人 我就想找一个格子高一点 丁先生之前那段婚姻 因为隔快两年了嘛 嗯 还简单给现在的观众介绍一下 什么愿意分手的 我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外面奋斗 嗯 所有的积蓄就拿 拿进家过日子的 嗯 他把那个钱都赌没了 哦 所以 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嗯 冲突了以后 他 我那年也这么说的 他冲突了以后 他就说了 他说你不行 那咱们就离婚 嗯 这个我忍了他半年 到时候忍无可忍了 所以那时候孩子小了 把多少钱赌出去了 一两万 因为九零年 那年代算可以的了 那当然 我九二年参加工作 第一个月工资一百二十五块钱 所以怎么说呢 这个自己没把握好这段英语 嗯 他可能就是比较高一些 他原来是共团的 后来您的孩子是跟着您 还是跟着他呀 因为那个年纪小 是跟他的 跟你这个老爸联系吗 联系 联系联系 咱们经常联系 经常说 微信上现在也方便 他知道您上了这个节目吗 知道 这位女士说呀 他在家里看了十几遍 您的那一段采访 你是在网络上看的吗 对 两位请交流一下 这里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按键 通过提问 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你喜欢旅游吗 喜欢 你目前那个 是退休了还是 就是房子出租去 我深圳的房子出租 那我一个月就出租五千 现在目前 你孙政自己有房 对 就是以前都是在云南 你回来了不去 还得要住啊 回来没有 回来我自己住了一个 住了一个单间 又自己另外住了一个单间 那一套还是在出租 那你那个就是几个小孩 就一个小孩 男孩女孩 我孙子都九岁了 男孩 他很喜欢摄影 刚才照片拍的都非常好 让我们这个丁先生看一下啊 哇 你快看 这是西窗版纳 这张可以 这张可以 非常好啊 来 女士继续提问 你现在就一个人生活吗 对 一个人居住是吗 我小孩在合肥嘛 我在上海 哦 这样也好 有独立住房 哦 好的 而且有房有车就是 就是你自己理想 婚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那质量一定要高一点 我就没什么好问的了 因为他刚才说的 我也轻了一些进去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好 两位请到前面来 我觉得里面不是很大应该 这位女士呢 千里迢迢从深圳啊 赶到我们的录制现场 我们录制现场在北京啊 先生呢 从上海赶来 那么今天在这里 他们能否产生爱的火花 能否愿意进一步交流一下呢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五 女士转身 男士 我记得不可能转身 四 希望她们能成了 真的希望她们能成了 三 太执着了这女的 二 受从若惊 一 天哪 好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两位到这里来 那个 丁先生 您在观察室里一句话不说 嗯 我以为您是觉得这位女士不合适呢 合适不合适 现在应该知道了 对呀 来来来 女嘉宾掌声邀请 一号女嘉宾 大家好 看台阶 大家好 晚闻见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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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见到你了 你好 胡老师 你好 很漂亮 也很优秀 你好 你好 我在电视里边见过您很多次 是吗 抱一下 抱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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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咱们俩今天都是白衣服黑裤子 都比较职业 对 而且都是一根辫 您从哪里来 我是那个河北人 在那个赤峰工作 赤峰工作 对 他也很有很有口才 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您在赤峰做什么职业呀 做销售 我们是销售供暖设备 那这应该挺难的吧 我觉得 还可以吧 是暖气片吗 不是 就是那个锅炉 锅炉啊 天哪 我觉得离我们的生活有点遥远 您是一直都在那边工作吗 还是这几年来去的 我去了内蒙有十年了 就是说因为工作 因为单位的一个那个派助吧 我们去那边那个做销售工作 前面两对竟然都牵手成功了 对对对 那两个姐姐都成功了 你会不会觉得好羡慕人家呀 没关系 下一次就会有人奔铃而来的 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好 胡登老师是不是这样啊 她刚开始给人一出来的感觉 是特别稳重的一个女性 而且有一点点那种知性的感觉 走路也特别沉稳 谢谢 但是一聊天的时候啊 在这一说话 哎呀就感到那种热情啊 那种活力就洋溢出来了 我觉得特别好 谢谢胡老师 非常非常的好啊 了解一下您的婚姻情况吧 嗯 我是那个两段婚姻 嗯 第一段婚姻呢 就是说是嗯 当时比较年轻吧 注重对方的形象 嗯 光是照顾对方 完事以后 作为一个男士 出去以后 穿桌打扮必须得有得体 嗯 所以自己的形象就带孩子 就不注意了 嗯 南方就出轨了 哦 就没在意自己的情况 对对 结果呢 人家就到别的那儿玩去了 是 哎 这第一段婚姻 嗯 打击很大 嗯 算是我的初恋 也那个打击很大 我消沉了两年以后 才再婚的 因为再婚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就说孩子 哎呀 这有一个家呀 嗯 我母亲那会给我带着孩子 孩子就说四岁了 完事以后 我下班我弟弟 他们那孩子也要降生了 就没法给我带孩子了 嗯 我现在就找一个家 完事以后 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吧 虽然南方 不是让我特别满意 为了孩子 为了 嗯 不想再离婚吧 过了十几年呢 反正 嗯 还是性格上 那个 合不到一起 正好单位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就 也是为了躲避这个婚姻 嗯 我就去内蒙了 哦 所以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两段婚姻就都失败了 都失败了 嗯 其实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好 真的是没有碰到能够那个真正懂你的人 嗯 不是 也许是我自己追求太完美了吧 嗯 嗯 希望男人就像高高大大 能是我依靠的肩膀 我觉得您千万别着急 这说明的好的在后头啊 呃 现在孩子怎么样啊 呃 孩子已经有对象了 嗯 明年要结婚了 哦 就要结婚了 对 呃 就是你所有的心愿都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自己这点事了 是 孩子在那个17年9月份从北京调到那个深圳工作的时候 给我谈 他说妈妈应该从那个不幸的婚姻中走出来 嗯 寻找自己的那个快乐 因为就是我毕竟到了深圳吧 晚上以后照顾不到你 嗯 离这也远了 你自己应该那个找一段自己喜欢的 嗯 和喜欢你的人 过下半辈子 所以你就会发现孩子都已经想你的事情了 是 很不错的 这位李嘉宾呢 也有很多的爱好 我们来看几张图片 哇 这是哪里啊 这是那个鲁迅的故乡 绍兴啊 绍兴 嗯 这也是绍兴 嗯 因为这个这两张是那个孩子拍的 我们到那了 我就是水土不服 给病了 嗯 嗯 孩子去当时照的这个 太漂亮了 你看那水多清 是 我们上海也有很多这种 宗庄 我们去过宗庄 就是我们在那个杭州 嗯 在那个民宿 包饺子 嗯 对 对 现在大家好像出去都租那个民宿 是吧 对 真好啊 生命还是挺爱玩的 是 其实这位女士特别爱笑哈 胡老师 一号女嘉宾 我觉得啊 就说你性格开朗 性格外向啊 这都是挺好的地方 但是我隐约觉得啊 你骨子里可能有一点那种特别要强 或者说那种性格上比较刚强的那样一点东西 嗯 这种东西在事业上是一个特别好的素质 嗯 就是在职场上非常好 但在婚姻中 嗯 这一点可能会是一个减分因素 嗯 所以有的男人呢 可能像王导这种 你看上去啊 很很很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刚强 回到家 他希望身边那个人呢 要比他弱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一号女嘉宾 我给您一个提示 嗯 下一段情感生活中啊 稍微稍微学会一点点示弱 嗯 他其实本应该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对 因为他几乎是可以和人谈笑风生的那种状态 是的 是的 他的价值观特别单纯 一一二十二 嗯 往往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人 再加上他这个完美的 这个人格标准呢 就容易出问题 就是定好了标准 降半格 我说的是找对象的标准 你就能驾椅子住 特别期待您在我们这里能够找到属于您的爱情 很优秀的 一个成功的一个女人 期待好消息传来好吗 好 谢谢 好谢谢 再见 再见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喜欢这位女嘉宾 请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谢谢胡邓老师 谢谢王伟业老师 谢谢大家 希望属于我的缘分 快点